好了 实验回来 这个您看出来 当杜老师把这上方的气体给抽走的时候 这一块气体密度变小了吧 对 气压变什么 变小 气压变小了是不是 对 气压变小 下面水的沸点呢 水的沸点是降低 降低了是不是 对 沸点比它实际温度还要低 那水怎么样 它沸腾了 沸腾了是不是 对 结论是 气压变低 沸点降低 是不是 嗯 好了 流体压墙同志们 中考就考得很简单 但这块确实太有意思了 太有诱惑力了 在液体和气体中 我们刚 我们在之前讲的气体是不是 上下讲的是液体 但都指的它们静止不动的时候 它们一旦流动起来的时候 压墙就变化了 压墙就变化了 你自己动手做做实验 就这样 拿个小纸条在从里面吹一下 吹一下 你看这小纸条会怎么样 然后呢 拿一个漏斗 这边装一个乒乓球 嘴往下快速的吹 大家最后都有这样的实验 都可以看 然后那两张纸 往中间吹 你看它会什么情况产生 有一个吸管 这样放一个吸管 这地方再放一个这种吹 看能不能把水给吹出来 实验的态度下面一个根做实验行吗 嗯 简是不是啊 你别着急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它这样啊 嗯 你比如说 这是一个水管呢 你别着急啊 这水管呢 比如这里面装有水 先两头堵起来 先两头堵起来 那水在里面是静止的了 对 这个水的两个变上怎么样 都有压 都有压强啊 是不是啊 对 你看啊 在没有流体的时候 你想众多的小球 因为水风子就是小球嘛 是不是 嗯 乌龟的运动 碰壁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压强 压强是不是啊 对 在底面的压强是不是啊 你想啊 如果这两头一旦打开 这水是不是就要开始流动了 对 是不是啊 如果流体有了水平的宏观速度 那会怎么样 你说你水风子都往前走的 它够得了往下往上撞吗 够不了 那必然会导致向下碰撞的小球数量怎么样 减小 向两面减少了 从而导致向下的压强怎么样 减小 减小 但导致水平方的压强会变什么 变大 对 导致水平方的压强会变大了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 管子里面的水在不流动的时候 它向两侧撞击的机会 是变多的是不是啊 对 压强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一旦流动起来以后 它就顾不上往下撞了 因为它着急往哪走了 往右走 往前走了是不是啊 对 所以像这样的压强就会变小 那我给你解释以后 其实你应该知道的原因了 当流体一旦流动起来的时候 压强变什么 变小 就往这个方压强变小是不是啊 对 流动越快呢 那越小 压强越小是不是啊 好了 那这个实验就是吹那个吹平方球那个是不是啊 嗯 好了 你先看一眼了 看一眼就给你解释一下啊 这些实验都可以自己做的啊 来 神奇时刻到 接下来这个魔术呢 一个漏斗 就咱们同学可能不常见是吧 如果你真的想做的话 上网买 网上多着的 淘宝网多着的 这个哪能能买的平方球 实验词在就这两个啊 这脱气的啊 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平方球放在这个地方 这平方球可以放在这个地方是吧 嗯 我倒着过来以后以后要松开手呢 落下去 平方球落下去 平方球落下来是不是啊 我先把平方球放在这个地方以后 我这地方往里面吹气 然后再把手松开 那现象是什么的 平方球肯定更落下去 哦 平方球更落下去是吧 你是平方球自身会往下掉 我再给你把它给吹下来 是不是啊 它更会往下掉是吧 对 想得非常好 看看谁的现象 是否如你所愿 见证其极的时候 陆老师 最后量挺好的 会更掉下来吗 没有 再看一次 什么时候才掉下来啊 最后您没气的时候才掉下来 我什么时候没气了 是我推不出气了 是不是啊 对 做这个实验 要想实验现象明显一点 延续时间更长一点 那咱们再锻炼好身体 让自己的肺部量好 再让你观赏最后一次 只要我不吹了 它就掉下来 反而我一吹 它怎么样呀 不掉下来 它不掉下来 其中原因 马上讲解 好了 回来 解释一下 这很简单啊 这是乒乓球是不是啊 嗯 你要不吹的时候 它上下是不是都有大起来啊 对 是不是一样的 嗯 但你要一吹的话 这乒乓球上方的空气流速怎么样 流速大 是不是大呀 对 那这边加强呢 加强一强 那这乒乓球向下的加强是小的 是不是啊 对 下方是不是有空气 正常的空气 空气流速怎么样 流 流速 是不是比上面要慢呢 要慢很多 你上面快 下面你相当要慢一点 是不是啊 对 下面要强是不是向上的 难点 对吧 嗯 那这时候会得乒乓球 产生向哪的一个压力差 向下 向上的压力差 是不是啊 对 如果你这边吹的越用力 乒乓球上方的空气流速越快 压力越小 压强越小 是不是啊 对 这个乒乓球不但不往下跑 还往哪钻呢 往里边 往上钻 往上钻 因为你下面压力大 上面压力小 是不是啊 嗯 这样 实验结论是 乒乓球上方空气流速变快 压强变什么 变小 这个也是那个实验 是不是啊 嗯 这个实验啊 你来看看 看完再说 同样吗 接下来这个脚实验呢 相当的神奇 实验是很简单 咱们可以在家可以跟多少人一起做的 依然是 两个小管子 银料管 一个矿体水瓶 里面呢水呢 水装满也可以 所以讲如果我要用这个管子去吸这个水啊 能吸上来吗 能 这太容易了 是不是啊 嗯 这原理咱们上去给人家讲什么什么原理来着 大吸牙 大吸牙压上来 对吧 嗯 但今天呢 都要先做一个比 比那更神奇 就是做到嘴巴不碰到 就嘴巴不吸这根管子 嘴不碰到这根管子 也让里面水很出来 你信吗 不信 你不信是不是啊 嗯 一会就让你信啊 而且效果会相当的好看 跟小喷泉似的 可归查啊 神经病这么做的 把这根管子呢 吓到水里面来 会做到没有吸这个管子啊 做到有另一根管子 对着上方吹 但是他们吹的话 我吹来的气势怎么走的 往前 是往上前奏的是不是啊 不是往上踢的是不是啊 嗯 但水依然的上 看好啊 嗯 嗯 哎 没出来啊 好像杜老师嘴里面的口吹 啊 两个出来啊 哎 这水为什么能碰过来呢 咱们上去好好思考其中的物理道理 波老师 波老师 也会给你解释 好了 时间回来 时间回来啊 你说你这个吸管啊 你这个吸管这么吹 这个管子上方的空气流速变什么 变快 变快是不是啊 嗯 那这个管子上方怎么样 上方空气流速变什么 流速变快 那这边压强呢 压强变小 压强变小是不是啊 对 好了 压强变小 那你一想啊 你要这里面压强变小的话 大气压就把水给怎么样 压上去了 压上去了是不是啊 嗯 你这个大气压是大的是不是啊 对 就把水怎么样 压上去了 哦 大气压里可大的 压的水 都刺上去了 对吧 嗯 实验结论是 这根吸管的上方空气流速变快 压强变什么 压强变小 变小是不是啊 对 外界大气压就把水怎么样 压上去了 压出来了是不是啊 嗯 组织一下语言 记一下啊 这个实验装备太专业了 你家里没有是不是 试试吧 有就试试 来 看看 好吗 咱们再一起做一个 有趣的小实验 实验记载呢 这好找 蹄膀球 这个呢 这老专业了 这个啊 不是实验室的 没有这玩意 但咱们家里的茶壶可以代替 然后下面呢 这就是个脸盆就可以了啊 这是一个随便一个小提板 你玻璃片代替也可以 看着我是裙鞋放的啊 你说这乒乓球给它往哪跑啊 往下跑 肯定往下跑是不是啊 嗯 它肯定往下跑 你说我能不能让它往上跑呢 不能吧 不能是吧 嗯 没需要物理 需要物理就会这魔术了 看好 我让乒乓球它往上跑 乒乓球会听话 う优优独播剂的